北京时间2月6日 今天的一次NBA常规赛 胡仁在主场迎来了尼克斯的挑战 在上半场落后两位数的情况下 胡仁在第三节单节打出一波31比13 逆转了局势 最终胡仁通过加时 以122比115战胜尼克斯 本场比赛詹姆斯连续缺席5场比赛后 迎来了复出 全场比赛出战了40分钟 24投13中得到了29分 13篮板10助攻 成为了NBA历史上第7位 37岁之后得到三双的球员 龙梅哥得到了28分17篮板 连续三场25 15成为奥尼尔后手人 蒙克20中11得到了29分2助攻 第三节单节15分 反观威少本场比赛再次迷失自己 全场比赛仅仅出战了29分钟 石头一中 3分球3中0 得到5分4篮板6助攻 另外还有4次失误 在场正负直负15全队最低 第四节最后两罚不中 加时赛直接坐冷板凳 在比赛中的一个镜头 詹姆斯传球给威少 威少面对兰德尔的防守 愣愣的就要上篮 结束被对手送上了一记大帽 当威少还在懊恼时 兰德尔已经反击到篮下得分 这样的场面非常伤士气 胡人的季后赛前景并不光明 谈到自己家时坐冷板凳 威少在赛后说道 我们赢下了比赛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不重要 我做了什么也不重要 而威少上次坐冷板凳 拒绝采访直接离开了球馆 但是如今这样的回答让人感到欣慰 谈到威少浓眉哥说道 我和詹姆斯都让他不要犹豫 当威少进攻不顺时 必须专注于一些细节小事 做出无形的贡献 今天的威少投篮有些犹豫 失去了节奏 他和詹姆斯鼓励他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不要放弃机会 而沃格尔谈加时DNP 威少时候表示 威少今天在攻防两端很艰难 要把机会留给更好的球员 希望被DNP之后能打出好的表现 最后期待威少接下来有好的表现 让我们更多的表现 我们下来的表现 请大家订阅这个把红包